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努力融入长空剧组的样子好友爱 这是一个有关顶流演员努力融入普通演员的友爱故事 这个顶流指的是王一博顶流士同组演员分享时认证的 故事是说王一博在长空剧组戈壁滩那个场景时 本来是有自己专门的帐篷 但他为了和大家尽快打成一片 除了第一天去了自己房间 后来就天天窝在另外几个同组演员的大帐篷里 有一天是吃饭时间 王一博去了其他几个演员带的帐篷里 刚进去还有点局促不安 一个人站在那假装拍拍挥 摸摸鼻子 抓抓头发 左顾右盼 后来屋里的演员叫他 一博 过来坐 他才赶紧回答 哎 好 走过去坐在一个桌子旁边的小角落 这时 工作人员问他 在这里吃 还是回去吃 王一博回答 就在这里吃 然后一个人端着饭 乖乖地坐在角落里吃饭 大家看到 连忙叫他一起到大桌子上吃 再后来就每天和大家在一块玩 一起吃 吃饭的时候剧组给大家准备的都是健身餐 王一博的饭量相对其他几个演员比较小 后来其他几个演员的口头馋就成了 一博 你那个还吃吗 再后来就成了王一博问他们这个吃吗 想象到这个画面都觉得好可爱 好欢乐 同组演员分享剧组去世 另一件事是有关健身 剧组里本来配了健身房 但有点小 但有点小 容纳不下 有段时间 有条件可以出去外面的健身房训练 那几个演员就每天去外面 王一博也想去 可大家考虑到他的顶流影响力 不怎么敢带他出去 然而 王一博是真想去啊 他想和大家一起训练 于是全程两个多小时的训练时间 他就一直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可以说 为了融入集体 真的很努力了 同组演员分享剧组去世 所以 一场合作下来同剧组的演员们都很喜欢他 说他一点架子都没有 确实是令人敬佩的演员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